桃園县议员罗文青20号晚间和朋友到酒店喝酒 遇上警方领检 事后就传出刘文青当时不但不配合领检 还标骂远警要求出示弊章编号 行径相当夸张 而当天带队的警备队长 今天到桃園地检署暗铃控告罗文青 公然侮辱妨碍公务以及上海 桃園县议员罗文青 这个月20号深夜 与有人在平正式的酒店喝酒 遇上警方领检 罗文青不但不肯配合领检 还大声叫嚣 再办了我们警备队长去传召 在大概22点的时候进入这个黑猫酒店 在进入以后 刚好我们的先议罗一眼在里面有消费 中间大概有一些的争论 罗一眼大概我们认为 看内容大概延迟不当的信息 事后罗文青坚持当时并没有动手打人 还说对于领检过程的拉扯没有影像 他要提告我们就面对他们的一个提告 但是对不起 那如果攻击行为对不起 本期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朋友在拉扯我的情况下 当然肢体上不小心如果碰撞到 这个我完全的没有印象有这样的情形 平正分局警备队长许传造 23号到桃园地检署 按零控告现议员罗文青 涉嫌公然侮辱妨碍公务伤害等罪嫌 联合报刘爱生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